你再分享一下說 現在的心情是怎麼樣 這幾天有比較平靜一點了 因為想說老師已經有去到耶穌基督那裡 有他在照顧他了 所以我就比較放心了 所以這幾天我也比較平靜 所以謝謝耶穌基督帶著老師去到他那邊 有他在照顧他 在保護他 我相信老師也會在那邊得到很好很好的照顧 所以我就比較能夠平靜一下 謝謝 我想也在這裡也呼籲各位好朋友 喜歡文夏老師的其實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我們很棒的好朋友們 但是其實文夏老師最後的心願 是要把他人生的紀錄片完成 現在是三分之二 目前是三分之二 那當時因為我們的經費後來是不足 所以並還沒有完全完成 我們也在這裡呼籲 那如果大家對文夏老師 覺得他對這個台灣的土地是有貢獻 然後是熱愛這份台灣的這個熱誠跟歷程 他希望把他完成的紀錄片 請大家多多支持 讓我們能夠來完成文夏老師人生的紀錄片 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心願 他希望他把他的一些故事 都用紀錄片記錄下來 交給世世代代的人來知道 來了解 所以這是文夏老師最大的心願 我希望可以藉著大家的力量 來幫他完成他最後的心願 這是我們最大的期待 他會來查多少錢 因為總經費是五百萬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有拍攝某部分 那還是有差 所以很希望大家如果有感動 能夠多多參與 我們也有一個QR Code 然後可以大家有感動的人可以奉獻 我相信文夏老師的歌曲 帶給很多在異鄉 很多的新興學子 思念的台灣土地的人 黃昏的故鄉 媽媽請你也保重 都是老師的精心心血 我相信他的紀錄片 會帶給這個世代很多很多 很棒的支持跟回憶 那差多少才可以重新啟動 我想有百萬 百萬以上 百萬不夠 百萬不夠 因為後面還有剩下差不多三分之一 那差不多要一百萬以上 對 所以剛剛有聽到那個 羅福斯大哥有講說 文夏老師還想要繼續唱歌這件事 這也算是會之後也幫他圓這個夢 這個心願 但是他現在演唱會 會在台南 馬上4月30號 台南市政府就舉辦第一場的追思音樂會 就在台南市政府來發起的 那個黃偉 文偉哲市長 黃市長舉辦的 那我相信很快的陸續 有很多的地方應該也會陸續的辦音樂會 對 到時會是由文夏老師來演唱嗎 對 也有很多 那個一些資深的這些歌星 像季老師啊 一些他的一些好朋友 大家都會來共襄盛舉 來唱文夏老師 他的經典的一些歌曲 來緬懷老師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到時候大家有機會再來聽吧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個總統包養令 大概狀況 就是裡面狀況如何 跟這樣子文夏老師會不會很開心 這樣得到這個 這是文夏老師的最大的殊榮 能夠受到國家的肯定 能夠受到大家的肯定 然後在總統的 因為他在隔離期間 所以就由我們的副總統來 頒這個包養令給他 這是他最大的殊榮 能夠受到大家的肯定 非常感謝我們國家對他的肯定 也謝謝各界對他的肯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抱歉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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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文夏老師 將與金氏告別 向海市棄捨 請請